您提到了基辛吉 中國的老朋友 那這次不用中國的老朋友來稱呼 為什麼 而用前國務卿 那就是代表基辛吉這次到中國來 是受委託來的嘛 但是他在國防部 卻用的是美國客人 對啊 所以他是受委託來的嘛 對不對 受誰委託 那當然就是受拜登的委託嘛 因為他有說他回去以後 要跟拜登他們會見面的 那原因在哪裡 原因就是因為 美國的軍方現在非常擔憂的 你看他來到中國大陸的時候 見的是誰 是李尚服 是國防部部長 也就是說他為什麼 特別一定要見李尚服 而不是只是跟王毅 也就是負責安全的中共外事部主任 外事辦主任王毅來直接會談 而為什麼一定要見李尚服 其實就談到了 就是說中美打不起來了 中美打不起的 因為一打的話全世界都打了 那所以他是來這個地方 是希望把這個危機管控 可是問題就在於 危機是誰造成的 我覺得基辛吉現在的 對嘛 基辛吉現在的問題是 他處在一個很艱難的一個地步 就是說他很清楚的知道 危機是美國造成的 但是他的理性的聲音 在美國沒有市場啊 美國現在的共和黨跟民主黨 都是已經失去理性的一群民粹主義者 那這一群失去理性的民粹主義者 他根本聽不進去 基辛吉的理性的呼喊 理性的聲音啊 他們都聽不進去啊 那請問一下 基辛吉如果不能改變美國的這些態度 那如何要中國來配合呢 那中國是因為敬重老人家 敬重他曾經在中美的建交中 起了一個很大的一個作用 對 中國是懷念 感謝他在這段時間內 對中國的立場始終不變 那中國也知道 他永遠是堅守美國人的利益 但是他在堅守美國人的利益中 他有思考到怎麼樣避免讓中美之間 那麼惡化 那這樣的情形也符合美國人的利益啊 可是對中國來講也符合中國人的利益啊 所以在這個部分中 中國是敬重他這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他這樣的一個在中國有影響力的 美國政治人物到中國來當說客 中國會禮遇三分 可是問題是這牽涉到中國的根本問題 中國根本不能讓也不會讓 因為除非你美國 第一個解除對李尚福的制裁 第二個不再掏空 一個中國的內涵 第三個不再打台獨牌 如果你美國這三個東西做不到 你要中國怎麼讓步呢